感激对手 感激对我们的对手 我为什么讲对手 我不讲敌人 讲的是对手 你要感激你的对手 在北海道 有一个因为捕鳗鱼 而捕出名的 的一个富翁 他以前叫渔夫 后来变富翁 为什么呢 因为他所抓来的鳗鱼 我告诉你 人家抓回来的时候 都要死要死 甚至都差不多都死了 可是 为什么他带回来的鳗鱼 捕回来的鳗鱼 特别的有活力 是不是给他们吃的快乐玩 到底是用什么方法呢 用药物吗 不是都没有 还是就是非常的活跳跳 这个大家都学不来 但是都不晓得 因为他是活的 所以他价钱卖的比别人好 所以同样的一趟 出去捕鱼 他所捕回来的鱼货 就一定比别人卖的多的钱 所以他就变富翁了 在北海道很有名 他们那种鳗鱼 是一种 它的味道特别的鲜甜 如果你到北海道 大家有吃过的话 你就知道 所有要讲的是什么 为什么 他就把他的秘诀 传授给他的儿子 咱们家族企业 要好好的发扬光大 继续 你们知道要守城吧 那秘诀呢 在哪里呢 就在那几条 狗鱼 狗鱼 这个鱼叫做狗 狗鱼 就是我们一般养的狗的狗 为什么呢 狗鱼原来跟鳗鱼 他们是天生的死对头 互相会竞争 互相会受到 那当你呢 在船 在那鱼舱里面 他捕来的鳗鱼 放在那个鱼舱里面 你才放了两条狗鱼下去 我告诉你 那个狗鱼 看到整 整间都做鳗鱼 哇 鱼得吐吐吐吐 因为什么 都是他的死对头 到哪边去都碰到鳗鱼 哇塞 就到处冲啊撞啊 好了 整个鱼舱 因为这几条狗鱼 这样子乱串乱串 大家鳗鱼都紧张起来了 因为什么 鳗鱼跟他自然是死对头 他也会 会看到他 也会互相有所警觉啊 警惕啊 或者怎么样 会有想要防卫啊 或攻击啊 好了 就因为这样 整个鱼舱 等他全部带回来岸上的时候呢 哇 整个鱼舱都还是火的 秘诀 狗鱼 这个 这个 这个秘诀呢 后来呢 他儿子呢 都学会了 学会之后呢 变成不传之密 只能够啊 家里面的 后来当然大家 我现在 说话要都会讲出来了 那表示呢 这个秘诀呢 大家都知道了 可是就因为早年 大家不知道 资讯比较封闭 他们呢 变成北海道的富翁 这个故事啊 我要告诉你 要感激对手 因为呢 不管你是在一个 你自己个人 当你有对手的时候呢 你一定会比较拼命 因为呢 你不晓得你的对手呢 明天会拿出什么独家新闻来 我在讲我 对不对 你会想到你的对手 因为如果他是一个我可敬的对手 比方说范利达 阿达呢 就跑新闻呢 也非常认真 非常刁砖 所以呢 然后打字呢 跟我呢 不相上下 速度之快啊 所以我都说 阿达是我可敬的对手 那我们两个人呢 因为这样的竞争 大家呢 每一天都在想 我今天有没有什么独家新闻 可以露他 所以 对手呢 我每次看到阿达 我一定给他一个拥抱 因为他是我可敬的对手 你 个人也好 你的公司也好 或你这个产业也好 如果你没有一个可敬的对手 我告诉你 你们整个呢 会死气沉沉 所以呢 当你看到你 你的对手呢 比你还强 强大的时候呢 你千万 不要害怕 你只要想 我要怎么做 才能够呢 超越他 我跟你讲 你绝对会 发挥出你的潜力 是你这辈子 想都想不到的 你的成功 绝对来自于 你的强劲的对手 提供给你参考